大家好,我是Summer 今天让我继续为大家填一个之前留下的句坑 周园明明那么好 但为什么周园去之前没听说过别的士族在哪 如果周园之前有别的士族 周园到底又是占了谁的地盘 像朗期一样 我们故事的出发点来自于历史上一些隐秘的矛盾 之所以称之为隐秘 是因为它就在台面上 但我们却视而不见 我们现在都知道中国历朝历代 新朝取代旧朝 新朝都势必对旧朝在道德上大加鞭斥 几乎无例外 高情商的说 这是总结前朝失败经验 防危杜鉴 低情商的说 这是抬高自己所在的新朝代 增加道德上的合法性 这种一踩一抬的基本操作 可以说是几千年来屡试不爽的道德力武器 不过我们观察到周人取代殷商的过程 其实有个比较明显的漏洞 周五王讨伐殷商席文目视 几乎把殷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在一个人身上 商周王 商周王背了整个商朝灭国的国 东周时孔子孟子等也毫不客气的都对商周王大假批判 甚至可以说商周王身上的罪状 随着时代的叠加还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现在恐怕有几个基本问题暴露出了隐秘的历史 第一周人是畸性已经人尽皆知 可周人是周氏为什么没人提 直到秦灭周之后周平王这只的后人才被称为汝南周氏 按周朝以地为氏来看 无论周人大宗小宗为何从来不自从周氏 二周人对商周王帝心的道德大加鞭斥 可是为什么对商武王武丁却大加赞赏 周朝甚至于武丁为高宗 这又是为什么呢 第三 为什么如此隐秘的历史 不是在以前就被人解密出来 而是随着岁月越来越久 却有可能被我们这样揭示清楚 我是不是阴谋论者 一切的一切 让我们先从一件国宝级的青铜器历轨说起吧 今年是2023年 可大家知道为什么是2023年吗 是不是让我这么一问 忽然有点被问蒙了 眼下 在联合国框架下 全世界采用的都是西里纪念 也就是所谓的BCAD纪念体系 这套体系下 其实只记载一件大事 现今是基督诞生后的2023年 BC是Before Christ中的首字母 就是西元前 AD是Anna Domini中的首字母 就是西元后 中国台湾同胞采用两套纪念体系 即西元和民国纪念 现在大家总算知道 为什么是爱在西元前了吧 以圣经上的基督来谋定 他诞生之前和诞生之后的世界 他的诞生等于是西方体系下的时间之毛 甚至还是现行世界的时间之毛 我有一个小小疑问 你们觉得现行世界的这个时间之毛 精准吗 正所周知 恐怕和精准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新教圣诞为12月25日 东众教圣诞为1月7日 这些日子是怎么定出来的呢 他们彼此之间为什么会有所差别 犹太教又为何这两个节都不过 具体我就不多说了 但下个自己的结论 无论以上哪个日期都是下拜的 用一本圣经解决所有问题 它既不是历史也不是实证 它恐怕只反映了一件事 信则有不信则无 相比春秋笔法 今日世界的时间之毛 似乎来的更语言不详 这种带着信仰体系的语言不详 在哲学体系下统充为读断论 读断论和各国宪法是一样的 都是自己给自己付权 规定自己就是最高法 算是逻辑必还了 从功利纪念来看 联合国五常中有四国采用圣经体系 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不觉 生活在神的时间里 因为不是科学 而是信仰 使得西元的时间之毛 在科学体系下是极不精准的 但是华夏总体是尽鬼神而远知的 华人是信祖先人这个体系大过神的 因此我就有必要为大家引出华夏的时间之毛 厉鬼 夏商周断代工程 如果说没有明确下朝是失败的话 那明确了厉鬼这个华夏文明的时间之毛 我认为就算是成功的 毕竟这个工程报告的封面就是厉鬼 它算是整个工程的C位了 在青铜器中 厉鬼既不是最重的 也不是最老的 更不是名文最多的 但厉鬼却是最重要的 并很可能没有之一 如果在众多青铜器里挑一件作为华夏文明的代表 我会选厉鬼 仍我先浅浅的叠个假 我一个没多少学识的小女孩 又是来自野比的野人 我只是站在大众视角下探讨厉鬼 而不是学术角度 如果大家不开心了 我学楚人给大家道个歉 我蛮一眼 好了 我们言归正传 在厉鬼出土之前 华夏最早的纪念是西州共和 约公元前841年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国人暴动 周厉王逃到至 既经山西霍州市 从左中封号一路逃到当时的霍国避难 不得不说他真挺能跑的 周幽王如果能有他爷爷一半的腿脚 也不至于有后面的那对事 在厉鬼出土之后 华夏的时间之矛 被精准定在公元前 1046年1月20日早上6点到7点之间 为什么我聊周人 要从厉鬼开始聊 因为厉鬼上记载的这一天 是周人最重要的武王伐咒的日期 为什么3000年前的厉鬼能精准到具体日月年 2000年前的基督却不能 因为厉鬼设计科学 而新元截止截稿时只设计信仰 线上厉鬼名文 一共32个字 翻译下 武王征伐殷商 在甲子日这天早上 天上有碎星的时候打赢了 到了当天晚上 就占领了殷商的地盘 八天后 武王在管这个地方 老师 刺青铜给一位名叫利的官员 让他制作礼器纪念其祖父 那怎么得出前1046年1月20日早上6点的呢 一 首先采用碳十四测年 将西周初年出土的碳样本进行检测 框定出武王伐咒的时间范围 在前1050年到前1020年之间 二 特亨素有商 记载周人功课殷商只用了一天时间 这也完全符合上书墓士 和益咒书士福等书的记载 也变相证明了 上书不是战国时后人的脱骨之作 三 结合甲子日和碎顶的天象记录 碎是木星 顶是最高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当时木星挂载最高处 再加上前1050到前1020的约束条件 专家估算出木野之战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早上6点到7点之间 四 新卫 王在兰师 此又是利金 用作施工宝尊仪 专人话就是八天后 武王在管地犒赏三军发奖金 利这名贵族因为战功 获得了同锡奖励铸造了利鬼 五 必须告诉大家 专家们其实对利鬼名文还存在意义 比如碎字还是月字的争议等等 只能说目前来说 前1046年1月20日恐怕是最接近真相的结论 中国专家还算严谨不 请把严谨打在公屏上 那利鬼还有别的意义吗 有 大家可能还不太明白时间之毛的作用 如果你们记得我在卫国那期视频中提到过 卫国的宗室后来又在朝鲜建立了魏满朝鲜 在此之前还有一个祭祀朝鲜 现在我们有了商代历史戒碑 利鬼的具体时间 后可以推周代时间 前可以推商代时间 远还可以推朝鲜时间 甚至日本时间 利鬼初始作用本只是祭祀祖先 结果没想到在3000年后 让我们这样的后人们和祖先有了一种连接 我们用科学手段知道了他当时的那片天空 而他身上的那种崇尚起下的传传作用 我们似乎也能感受得到 大伙会不会觉得有点莫名感动 你们看 古人留下那么宝贵的文化 金人还乐意替他们琢磨 我身处国外却乐意挖掘 你们身处国内又可以去亲眼目睹 是不是很符合古今中外的格局 请允许我做一首打油诗 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屈指卧西风 流年藏南梦 利矿也小无垠 望明月之有终 走过路过 请前前点个赞吧 朋友们 我们现在都知道 任何国家的考古学都是构建于材料不充分 这样的基础之上 方法论势必有其局限性 也势必加入了不少基于客观证据的主观推断 我必须承认任何科学都是有自身的局限性 因为科学其实都有其特定前提条件 所以我个人挺认同夏商周段代工程队自身的定位 现有材料下的最有限 于是眼下我们就有了一个时间坐标 前1046年 以此为坐标让我再为大家揭露一段隐秘的历史 商王朝从第一任商汤到最后一任商周王一共31代 仙周的周人从第一任契到最后灭商的周五王一共16代 按理说仙周时周人王表和殷商王表在时间上是基本重叠的 而且周人先祖契还略早于殷商先祖商汤 但现实是 31代王的商朝王表和16代王的仙周王表 在时间上似乎没法完全重合 差出了15代 逻辑上说 要不意味着殷商的帝王都比周人少一半的寿命 要不意味着一份王表是不完备的 但无论哪种情况 我都没法确定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能按正序来排周人先祖的时间 但华夏时间之矛确立之后 我们却可以逆序往前推商周这两份王表中比较合理的部分 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两份王表再加上时间之矛 我就有机会为大家监视周人进入周园的路线和时间 我们以武王伐咒的前1046年为原点逆推王表 帝心 帝蚁 文丁 吴蚁 大致对应武王 文王 王继 古宫胆腐 宫胆腐也称古宫胆腐 先祖是周人首领 据传为弃的第十二代孙 宫胆腐是不是弃的十二代孙 我们用额外材料来确认 毕竟越往前推算 时间越久远 矛盾也越大 但我基本确定 古宫胆腐是周文王的爷爷 周王朝真正的惊基人 之所以说他是周王朝奠基人 原因有二 一 他任内把族人从兵迁到了周园 兵人真正意义上成了周人 二 他和太疆结合 说明祭州和江生达成合作 有了高级合伙人 古本著书纪年 吴以元年 兵迁于齐州 吴以三年 命周公胆腐 次以齐义 通过以上文字 我个人觉得 古宫胆腐的命名方式恐怕是错误的 最中确的方式应是周公胆腐 当然如果考虑到周人很少自称周氏 那称公胆腐也是可以的 通过往期视频 我们已经知道 西周时真正的公爵格式 国民加公爵封号加人民 比如周公蛋 韶公氏 郭公汉 郭公长妇等 都是生前尊号 即生前职务 地方上的诸侯 一般要取掉名字 比如郑伯 晋侯 齐侯 楚子 许南 而死后的嗜号格式 国民加嗜号加公或王的尊号 比如郑庄公 晋文公 楚武王 而历轨上的武中商 武即武王是比较特殊的情况 这不是死后的嗜号 而是生前的尊号 现在学界基本统一了 周孝王之前的王号都是生前的尊号 死后的嗜号是从周孝王时代才确定下来的 好 言归正传 通过古本竹书纪念等遗众材料 我们似乎不难得出 从兵迁到齐州 应该是公胆腐主动做出的决定 而尊王武以随后命 龚胆腐为周公 应该是龚胆腐被动接受的 武以这里的命既指侧命 这种方式和周朝时的侧命制度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比如尚书中保存的周代侧命 威子之命 财重之命等 周里并不是凭空诞生的 很多周里的基础正来自于商领 甚至下领 而龚胆腐之前 他的父亲祖父曾祖 其实已经先后被三次侧命为兵侯 一方面说明龚胆腐时期 病人首领职位由侯变功 另一方面也说明 此兵侯侯爵应该是不能直接世袭继承的 那武以为什么要把齐义赐给龚胆腐呢 通过承认兵人对齐州地区的所有权和统治权 让尚王实现利用兵人的势力 消耗牵制信用之目的 鞭长莫及 就许以封疆大吏 老秦人直呼内行 好 让我为大家简单收理一下 尚王武以元年 即前1147年 龚胆腐从兵迁徙 国人到齐州 齐州地区成为新周人的源头 从而称其为周园 武以三年 即前1144年 赐齐义给龚胆腐 此后齐义就成了新周人的第一座渡城 现在周人的时间和地点在历史中明朗了起来 前1147年 兵人迁徙到齐州 前1144年 兵人获得齐义 首领胆腐被任命为公 称为龚胆腐 此后兵人称自己为周人 前1046年 周人首领周武王 完成曾宗祖龚胆腐 开始历史98年的减伤事业 武王伐咒 并于一天之内接触战斗 既然说到齐义 我顺道把周公才艺和少公才艺 也给大家说一下 文献记载 在周文王迁都封京后 将齐义分封给周少二公作为才艺 周园遗址发现补甲和瓦片上的周字 说明周公才艺记载当地 少公才艺 水晶未水柱等云在少庭 既今齐山西南巴里的刘家园 该地也曾发现过太保玉阁等物 说了半天 我为什么又称公胆腐他们为新周人 新周人到底取代了哪个老周人的地盘呢 如何确认老周人是云周 我们已经知道 兵国在公胆腐时期 举国迁徙到了周园 都城齐义 那就意味着在公胆腐之前 如果还有周的话 很可能此周就是老周 那该如何确认到底有没有老周呢 我们知道甲骨文大约4500字 已经确认的有1500字 有争议的有1500字 剩余的1500字还不能试读 所有甲骨文中光武丁时期 就占据了57%的比例 要找老周 势必先从武丁时的甲骨开始找 我比较幸运 武丁道祖甲三位商王之间 有大量关于周 周方周侯的补词 我们现在可以确认 冰人去周园前 周园上由老周方国 绝位为侯 甲骨证明证明了 周园早就有老周人居住 冰人是后来迁徙过去的 可是这群老周人 后来又怎么了呢 同时搜索甲骨材料后 一个更大的惊喜出现了 新周人减伤之前 居然还有商王武丁道 足甲期间 三代商王减周的补词出现 原来减伤都是冰人 学商人复制粘贴的 从结果看 老周人被商王给减除了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知道 他们是彻底灭国或搬迁了 还是留在原地和冀州混居了 请大家把想不到 打在公屏上 我们现在知道 武德丰沛的武丁时代 就开始实行三代减周计划 而同时的冰人 又还没到达周园 由此可见 骑山附近的周园 是一直有一群 以周围式的老周人存在 那问题来了 你凭什么说老周人是云周 总结一下 武丁道足甲时期 简周 到武乙时期 命公胆辅为周公 迁徙兵人到齐周 为新周人 这个事件在时间上 我基本为诸位对齐了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除了甲虎材料 大家还记得我一开头说过 新周人是没有以周围式的习惯吗 这又主要集中在两点上 一纵观整个周朝 周王室都不用周式的族回 二不用杀王的日明志 以前我以为 那是因为周人 要用一套完全不同于商周的理智 以展示自己对抗前朝的决心 和道德上的压制 不过我的这个想法似乎错了 商朝晚期到西周晚期 这400到500年之间 有一个既用周作为族式 又使用了族徽 甚至还使用日明志 以及拥有族姓云的周存在 唐兰 李学勤 张茂蓉 曹兆兰等学者都曾指出 此青藤鬼是云姓周人的女子 嫁于离国的印气 所以张茂蓉先生说 有激性的周氏 还有云性的周氏 禁味分明 我们怎么能确认 这些青藤器出自同一个氏族呢 因为周王室不用族徽 在学界已经是基本共识 而又有一堆周氏族徽 贯穿商晚期到西周晚期 经文上的族徽 基本可以证实 这些老周人是一脉相承的 大家可能觉得还不够过瘾 我给大家一些能看到的 云州青藤器 此顶为韩皇附顶 目前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顶内名文是这样写的 除了韩皇附顶 还有一轨一盘 一同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但是我们从顶内名文不难看出 这其实是一套列顶 应该一共有11件列顶 绝对渐月中渐月的产物 由此也不难得出 云州实力恐怕在冀州王朝里 也应该是不弱的 顺便说一句 很多人做商周时期周字的讲解 经常使用说文解字 然后把周字归纳成从用从口 然后以说文解字为基础 靠着脑补的经验主义推断出 周人是帮商王抓奴隶的奴隶主 我认为从字来推是不成立的 周字中的口 其实是西周之后才慢慢加上去的 又怎么可能用从口 从用来推断出殷商时期 周人的行为逻辑呢 周人有没有帮商王抓骨枪人 肯定是抓了 但这种通过说文解字来做推论的想法 我认为似乎过于经验主义 而且这种操作 其实和顾鞋钢古史变派 用说文解字来推出 大与是条虫一样不负责任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从周时的足徽 我们不难看出 周字无论经文或甲骨文 最早都是没有口的 这种从口从用的说法 显示出没有被知识污染过的清澈 我似乎是不敢苟同的 关于周字的古意 由于内容太过枯燥和繁琐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以后再来为大家听坑 其实主要是我只有两天时间 搜集资料和编写文案 然后用四天来为大家制作视频 造成手头大量的资料 都是碎片化的 希望大家理解 日本动漫 大家想必都熟悉吧 海贼王中不同海盗团的海盗旗 本质上就是家文族徽 红有人者中有着类似的家文族徽 日本的这些动漫 其灵感来自于现实中 日本皇室和大明的家文 殷商和西州时的一些诸侯 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族徽 这也是为什么我前头提到厉鬼 恐怕不光光是华夏文明的时间之毛 更是儒家文化圈的时间之毛 有种种证据表明 日本万事一系 源头在殷商时期 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族徽和家文 我以后也来为大家做一期 抱着对自己挖那么多空 认真负责的态度 我这一期会做一个投票 大家投票最高的坑 我将会优先来填 我们再看看我上期说的曾国 我说过早在殷商时期 曾国就已经存在 曾侯以 曾侯丙这种名字 大家难道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大家都知道 曾隋之国在周代为激信 我提到在殷商时 恐怕还是江姓的曾隋 大家难道不好奇吗 我来为大家稍微展示一下 曾国的祖徽 日明志 祖徽 这些难道还不够有趣吗 大家知道为什么学术界 对曾国依然还有不少争论了吧 我主观且不负责任的是 喜欢这种积极的争论的 因为眼下先秦时期的历史 都只是最有解 而不是唯一解 这里我必须浅浅Q一下 一个甲骨文的up主 他对于甲骨文研究的资料 非常扎实 但估计知道他的人并不多 其实知道我的也不多 他其中一期视频说到 成都博物馆居然拿当代艺术家 王大友设计的 真华姓氏图腾物当作甲骨文来展示 并标注为甲骨文中的常见姓氏 这种不专业的事物 在我这样的up主身上还说得过去 但对于博物馆而言 实在不敢 我 聊点不一样的 实名批评 成博 大家也千万别觉得 这些艺术字 就是你们各自姓氏的足灰 家文 这是极大错误的 这种艺术字 大家玩玩可以 千万别认真了好吧 再聊点不一样的 大家可能觉得有意思的 郑武功执行使博和郑华公的计划 千古正到新正后 第一个灭的就是快国 使之成为春秋时第一个被灭的诸侯国 此快国是云姓之国 此后郑武功还灭了燕国 此燕国也是云姓之国 燕国就是我第五期视频中 郑博刻段于燕的这个燕所在地 燕灵 罗国也是云姓之国 春秋时被楚国所灭 被楚国南迁到今天的湖南省岳阳市蜜罗县一带 蜜罗将因罗人而得名 蜜罗将就不用我多多介绍了吧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